就知道报仇嘛 讲吧 感恩罗台长 我姐姐的约帐她自己背 我叫王友达 我今天是为我姐姐王邪兵问世 她是属狗的1958年出世 1958年属狗的 她有长期精神分裂症 忧郁症 最早的时候是忧郁症 58年属狗的是吧 她经常嘴巴里说 好像说很恨一个人 恨恨她 经常的脸怪怪的 不过她现在已经是基督教 她以前是佛教幻音的 现在基督教 她去教当年宿的时候 幻觉 有事有事有 这个是 正在神经常的 所以她不愿意 她是要住人的 这个是 她是有东西 那是 她是有东西啊 她其实是 needs 她就是 我们的副宇宙 我们的副宇宙 在哪里 我们的副宇宙 我们的副宇宙 各个宗教转换的 他是管这些的 还有各个法门转换的 都是南京菩萨 他全世界都管这个的 你求他之后 让他继续修回佛教 很快就好了 他这个病其实 我看他这个病 其实就是灵性 而且我不敢讲 因为他已经惹到 西方教的灵性了 我不敢不想讲 就是他里面的灵性 是外国人 对对对 我看到是一个戴帽子的 听得懂吗 除了那个念 我就讲给你听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他很喜欢 那个西方教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牧师啊 就是他很喜欢的 他帮人家背了 那么能不能那种 灵性赶走不能够 赶走 我才不帮你赶呢 自己念经吗 我赶了人家找我了 没有想办法 赶了我晚上怎么办 对不对啊 我已经晚上经常被 灵性跑过来 这个找我 那个找我的 你要自己念经 求南京菩萨 转换 听得懂吗 怎么念法呢 然后你再念小房子 大概要念65张 65张 才能把它慢慢请走 不能赶走的 没办法 对 不要吵架 跟灵性不能打架的 对对 跟灵性打架 他搞死你啊 因为他在暗处 你在明处啊 他搞谁 听得懂吗 另外要不要放声 你应该要不要放声 放声哟 1800条 1800条 我看看啊 这个姐姐是惹了灵性了 他们有一次在做 礼拜也不知道做什么 有人当场就是抽筋啊 就是灵性上升了 他在边上大概帮人家是做 这种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他在帮人家做 做了之后 他好像很慈悲人家 很心疼 结果就上他身了 你问他有没有这个事情了 他上了 脑子上 他已经在这身上了 他以前好像有穿过车 穿过大树 那车穿过大树 还有掉在水里面 花川的时候掉在水里面 就是像这种灵性在身上 叫他做什么都会的 叫他自杀都可以的 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他想过自杀 他最近有讲这句话了 看见了不了 看见了不了 要自杀了 不过最近他说要再换宗教 他还要换宗教 换那个回教 他还要换回教 可能他的兵不能够好 所以他要换 那我再给他介绍一个教吧 好吧 有一个教 大家都 这个会员特别多 全世界都是他的会员 睡觉 好好修了 不要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这个人谈谈 那个人谈谈 一门精进 听得懂吗 到时候没人帮他 听得懂吗 上帝 求上帝 上帝帮你 求菩萨帮你 都是一样的 听得懂吗 但是你要选 选好 不要这个帮帮 那个帮帮 明白了吗 好的 谢谢老太 好了 好好求南京菩萨 到观音堂去 好了 谢谢